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呀 红青灰啊 所以我去到那边 我都年轻回来 所以有人说我越来越年轻 就是我被他笑开心的 所以你们在家里 负责任要给父母亲开心 在家里 先生也要逗逗玩笑 给太太笑一下 太太就是要跟他学逗逗 玩笑给先生开心 因为先生压力大 孩子有责任 给父母亲开心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 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们要孝顺父母 父母压力太大 所以我看到他们这一次来 我真的非常高兴 佛化家庭 标准的佛化家庭 所以我希望 在世界各地 培养很多佛化家庭 佛化胎教 佛化婚礼 很多人佛化婚礼之后 哇 他的人生都改变了 就好像 刚才在跳的火舞 破茧重生的喜悦 你们就知道 我为什么二六十钟 头脑都在想事情 脸上有时候比较沉着 就是在想 我下一个问题要怎么处理 下一个时辰要怎么处理 我都在研究 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要笑笑 诸位同修 你看他夫妻去做生意 忽畅忽随 所以我跟你们太太说 你们要当先生的消气完 只是这个先生很好 他没有什么气 现在很多先生气都很多 你们一定要写美华记事 当先生的消气筒 懂不懂 因为他气没有消 挤在这里会 天下的男人也很辛苦 有没有听到 也很辛苦 实际上是女孩子比较辛苦 太太 但是我还是比较照顾男众 为什么 男众抗压力太低 恩师并不是封建时代的阿嬷 喜欢男的不喜欢你的 我没有这种观念 只是我懂男众福气大 抗压力太低 从哪里看到 从万华的流浪汉身上看到 你看路边的流浪汉都是男的 你的都很少 是不是抗压力很低 所以这样的太太就有责任 天生男人他们抗压力比较低 我们女众就要扮演那种 出气筒的角色 所以永远永远 男女是没办法平等 不懂的人才强调平等 但是平等是怎么样 我们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的平等 得不懂 在一个家庭里面 不要那个太太一定要说 先生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是错误的 永远是不能平等 得不懂 女孩子天生业障深重 所以我处理好几个个案 有一个家庭 他先生有外遇 那个太太也想 先生有外遇 我也要去外面 交男朋友 我好紧张 所以有一天 那个太太来的时候 我要跟他打相伴的时候 我相伴就断掉 那个太太脸色就不对 我跟他说 你要注意哦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外面有男人 你这样下去 你家里跟对方会死好几个人 我很难过 所以我为什么会有痛苦 就是这样 我太敏感了 为什么我的相伴会断掉 女人去外面找男人 追过现前非常快 很可怕 所以女人不可以跟男人比 不可以说 哦 先生外面有外遇 我也要去外面找牛郎 那完了 一个女人 万一先生有问题 你也去外面找问题的话 有外遇的话 你业障现前 你要死很快 而且很惨 不只害你 也会害身边很多人 那个太太就问我 师父那我要怎么办 我说你不可以再这样下去 你再这样下去 我跟你估计会死 五六个人 你的先生会把对方杀掉 会把你杀了半死 他要去坐牢 以后两家的孩子会相杀 这么惨 恩师很忏悔 因为我本身也是女众 我本来是不应该讲这个 但是我处理好几个个案是这样 所以我奉劝大家 我很希望太太 扮演这样的角色 很轻松 先生念什么 这个听了 那个就跑出去 不要挂在心里面 你太太真的很辛苦 天下的太太真的很伟大 没有人了解太太的辛苦 我知道 但是我今天不是不为太太讲话 如果太太会修 会把握 那你功德之大 所以天下的先生 如果会对太太好 你福气会大 你功德会很大 你想要得什么 就会得到什么 所以你们要结婚 要很慎重 懂不懂 一定要记得 希望大家 我们不留遗憾在人间 我们如何预防现代病 就是从结婚那一天开始 但是我们在交朋友 要特别小心 个性能够配合好 不要这么扭 现在的年轻人 那么扭 怎么办 因为很多 胎教都没有做好 所以现在有很多职业护理 我奉劝 年轻朋友们 尽量要怀孕之前那一年 不要给太太去上班 为什么 会生出比较有问题的孩子 一定要注意 不然就要很小心处理 不要因为那五万块 因为师傅处理好几个案子 曾经有一个人 他跟我说 如果我的孩子还可以活过来 我要叫我的太太不要上班 我听到这句话 我很伤心 孩子已经死掉了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没办法 因为太太在教书很忙 她挺了一个大肚子 又要去教书 教到要生产的时候 才准备生孩子 孩子生出来之后 又交给奶妈 不然就交给婆婆妈妈处理 太危险了 你们要记得 怀孕的人 第一个月到第七个月 母亲摄取钙跟营养非常重要 这个是肚子里面 baby吸收钙最重要的时刻 然后孩子生出来 三年当中 是孩子跟父母亲 那种亲情的相应 最需要的时候 所以不可以生出来 去给别人带 为什么现在问题的孩子那么多 你生出来都给别人带 不然就要晚上要带回来 自己带 你看 有一个给婆婆带 婆婆当然是疼孙 阿嬷也疼大孙 看到一个男孩子的孙 很疼他 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很疼他 把他宠坏掉 然后又会跟他说 因为妈妈回来的时候 都会比较严厉教他 妈妈严厉教他 阿嬷就会错觉 跟baby说 你哦 你要乖乖哦 你不乖 妈妈回来会打你哦 你看 这个孩子内心小小的心灵 对母亲产生一种排斥 然后他长大之后 只要母亲一讲话 他就骂他 很严厉的骂母亲 然后母亲内心的受伤那种苦 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发现这些问题太严重了 而且孩子生出来 在十几个礼拜里面 如果用母奶喂他的孩子 这个孩子以后 他的心性各方面成长会很健全 记得孩子生出来 差不多在三个月当中 一定要喝母奶 那时候的母奶是非常健康 非常重要 你花一千万都买不到的营养 而且是跟母亲 你看在肚子里面十个月那种亲情 你看 有多少人研究这些学问 很多人都不知道 都只急着要结婚 急着要生孩子 急着要赚钱 然后到二十几年之后 就辛苦到我了 好